听了老婆的话去贷款买房和装修 结果欠一屁股债 连累父母打工帮还房贷 合肥一位业主最近吐槽他十分后悔买了房 他今年31岁是安徽池州一个农村家庭的普通男孩 为了让他结婚 他爸妈很早就用积蓄给他在池州买了房 没有贷款还是装修好的地段也很不错 女方嫁过来的话完全可以临包入住 过上很轻松的生活 后来结婚了女儿也生了 在女儿一岁半的时候 他老婆提出来要在合肥买一套房 因为他觉得现在住的房子离他娘家太远了 他属于远嫁一直觉得如果在婆家受委屈了 离娘家又那么远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也架不住老婆吹耳边风来二去就溢了他 他本来是想着把住的这套卖掉 然后不借钱或者少借一点钱再合肥置换一套 然后没多余钱装修的话就随便简单装修一下 暂时不用搞那么好 但合肥毕竟是省城 房子不便宜 他老婆看中的那套房子 如果要置换的话就得借钱 最后全家商量好了 让南方老爸去亲戚那边借了二十万 把资助这套卖掉 凑起来终于在合肥宾湖贷款买了一套二手毛坯房 是个次新房总价两百四十万 每月月供六千五百元 名字写了他和老婆的名字 拿到房产证之后 他们就紧锣密鼓张罗装修了 他想着外面还欠着债 就想随便简单装修一下就行 结果他老婆说自己的房子还是装好一点 一次性到位 省得以后又来装修一次 这样的话积蓄就要拿出来不少了 他感觉是个大压力 算了一下结婚的时候 他给了老婆那边十六点六万彩礼 里面有五万被女方爸爸拿去用了 还剩下十一点六万 他这几年发的年终奖九万 也在老婆那边 加起来大概有二十一万 上次拿了五万凑了首付 还剩下十六万 如果要装修得好的话 肯定不够 但积蓄也不能都花光吧 拿几万块简单装修老婆又不同意 最后以他的名义去银行贷款了七万块的装修贷 最后这个房子装修加家电家具一共花了小二十万 老婆说每月一千四百的装修贷他来还 问题是他工资也不高 还了一千四百每个月手头就很紧了 而他自己每个月的工资还完六千五百的房贷 基本就所剩无几了 他们目前的日子过得很艰难 他妈妈原本是在做保姆的 工资还可以 但现在在他家帮忙带小孩 小孩的开销都是妈妈在负责 而他爸爸也在外面干活 每个月会给他们小两口补贴点钱还房贷 没想到来大城市之后把自己活成这样 他也不知道这种状态未来要持续多久 现在特别后悔在合肥买房 如果当初在老家住 现在别提有多轻松了 举报伪劣化肥反被打了一顿 这还有天理吗 说起这事实际上有个哥们 因为举报了伪劣化肥 结果反被揍了一顿 那现场两名执法人员就站在那 像木头人一样 假装打电话也不去管 还说什么 太远了我们不知道 真是让人气不打一出来 这不 三东兰陵县的马大姐从石家庄买了批化肥 结果老百姓发现这化肥是假的 马大姐不仅退了钱 还被罚了两万块钱 她觉得这是化肥经销商的问题 就把化肥寄回去 要求他们赔钱道歉 可马大姐一个人力量不够 就找了个打假人赵哥帮忙 赵哥一去化肥厂 发现地上堆的都是那批假化肥 就立马给世间局打电话 世间局派了两个人去处理 结果呢 说好的退两万块钱罚款 结果化肥经销商突然抢了赵哥的手机 还把他给打了 更气人的是 那两名执法人员就像摆设一样 没带执法记录仪 也不去拦着 网友们都在问 你们到底是来解决问题的 还是来祸悉泥的 还有人说他们跟经销商就是一伙的 一有投诉电话 经销商立马就知道 故意拖延时间 做好准备 说这是得好好查查 第一 那些不作为的执法人员得好好的罚一罚 然后辞退他们 第二 看着违法者施暴还无动于衷 这哪是执法人员 是不是被钱给蒙蔽了双眼 第三 举报到底有没有用 执法部门别反感举报人 本来就是你们的工作天气热点怎么了 老百姓的事还是大事 第四 第四 这事得给个说法 不然以后谁还敢举报呀 说到食品安全那可是大事 但话说回来 这些问题其实也不是那么难解决 别看得太重了 还有农管 不是说农管要管这事吗 咋一说到罚款农管的人又找不到位了 现在这事情越闹越大 河北官方终于出来说话了 说那化肥不合格已经没收了 还罚了六万九千三百七十五言 还要立案调查 要是发现有违法违规的就严厉打击 这事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了 但还是有好的问题没有解决 我有几个疑问 世间局为什么不带执法记录仪 第二 当着执法者的面打人 请问有什么后台 还是有保护伞 为什么这么嚣张 第三 执法者熟视无睹 是不是有勾结 还是收了好处 还是不敢管 第四 为什么假冒伪劣产品屡尽不止 到底里面有谁的蛋糕 为什么不能一窝断掉 河南老乡们受苦了 前一段时间 河南大旱 玉米苗都枯萎了 现在又迎来大雨 多灾多难的河南老乡们 你们受苦了 河南这次的大暴雨 真是让人看了都救心 听说24小时之内 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了 南洋 洛河 周口 商丘这些地方都遭了特大暴雨 南洋那边更是破了今年的暴雨记录了 你听听这 光明网都报道了 接着到7月16号中午 那2418个国家级的气象观测站里 过去六个小时降水量前十名的有八个都在河南 河南那边已经紧急行动起来的 南洋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 郑州开航的九个城市也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南洋那边的一夜之间就好像变成了沙海城市 洪水泛滥 农田社区村庄都淹了 那水深的都快没过人的腰了 有些地方的积水 连消防救援人员都说都淹到胸部了 甚至到国境了 好多村民都只能暂时离开家 去安全的地方避难 南洋那边有些地段积水特别严重 房屋汽车家具都被淹了 救援人员都乘着冲锋舟去房顶上去救人 有的救援人员都两天一夜没合眼了 转移了上千人 还有南洋关庄镇的群众被困在洪水里 有个村民特别勇敢 开着铲车就去救人了 真是让人感动了 听说这暴雨还得继续下降 河南省气象局和农业 农村厅都联合发布了 农田自烙灾害高风险预警 未来时间河南的降水都很极端 农田自烙灾害风险很高 网上还有视频的 河南有些农田的庄稼都倒浮了 甚至被水泡了 农民种的玉米都泡在水里 看着都心疼 这样下去 庄稼减产的风险可不小 有网友就说了 连农民爸妈辛辛苦苦种了三次庄稼 最后可能都要被淹了 这是让人心里难受啊 河南现在可是遇到了大麻烦 但好消息的是 河南省财经厅已经赶紧拨了 五千万元的救灾资金 这笔钱会用来帮助受灾的群众们 过上好日子 还有那些农田排水也会得到补助 说到这 河南已经有七座大型水库 和二十二座中型水库的水位 都超过了限制 好在都在安全的泄洪 咱们都盼望着这极端的天气能快点过去 祈祷所有的百姓和救援人员都能平平安安的 地理的庄稼也能扛过去这场洪灾 但是这雨如果一直下 还可能会引发城里乡下的内涝 山洪泥石流滑坡这些麻烦事 所以大家可得时时刻刻关注着雨情 特别是暴雨天气 河南老乡们挺住 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河南老乡 河南老乡加油 河南老乡